无限级公司则表示,正开展前面核查,将与当事人见面详谈。 为了解无限级核查该事件的进展情况,世界致电了该公司媒体事务部总监张经理。 张经理表示,对接消费者的经销商确实存在夸大宣传的问题,但目前还无法确定其夸大宣传的程度, 并表示已将相关产品送件至陕西省药监局进行检测。 至于如何处理经销商,张经理称,在需要看后续的调查情况,并将对消费者进行补偿。 天眼查信 西显示,无限级中国有限公司,成立于1992年,是一家从事中草药健康产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及服务的大型港资企。 健康产品涉及护肤品、食品、养生用品、个人护理用品、以及家居用品等。 其注册资本为一万万人民币,创始人及法定代表人为李慧森,总部位于中国广州。 在中国内地设有36家分公司,29家服务中心,拥有超过5000家专卖店。 公开排名显示,在20、18中国直销公司中,无限级已超过安利,成为中国最大直销公司,销售额达249亿。 而在天津全建被调查后,无限级曾在其官网刊发,规范经营诚信自律、业务守则,2018版补充规定,要求无限级业务人员在开展业务时,应对产品及公司如实进行介绍,不得有夸大产品功效、夸大奖励回报等吸骗、误导的宣传和推销行为。 对于此次事件,世界将持续关注。